众所周知 目前主流的JavaScript的环境 都是以单线程模式去执行的JavaScript的代码 那JavaScript采用单线程模式工作的原因 与它最早的设计书中有关 最早JavaScript的这门语言 就是一门运行在浏览器端的脚本语言 那它的目的是为了用来去实现页面上的动态交互 而实现页面交互的核心就是DOM操作 那这也就决定了它必须使用单线程模型 否则就会出现很复杂的线程同步问题 那我们可以试想一下 假定我们在JavaScript当中同时有多个线程一起工作 那其中一个线程修改了某一个DOM元素 而另外一个线程同时又删除了这个元素 那此时我们的浏览器就无法明确 该以哪一个线程的工作结果为准 所以说为了避免这种线程同步的问题 从一开始JavaScript就被设计为了单线程模式工作 那这也就成为了这门语言最为核心的特性之一 那这里所说的单线程指的就是 在JS的执行环境当中负责执行代码的线程只有一个 那你可以想象成在我们的内部只有一个人按照我们的代码去执行任务 那只有一个人他同时也就只能执行一个任务 那如果说有多个任务的话就必须要排队 然后呢一个一个依次去完成 那这种模式他最大的优点就是更安全更简单 那缺点呢也同样很明显 那如果说我们遇到某一个特别耗时的任务 那后面的这些任务呢都必须要去排队等待这个任务的结束 那这也就会导致我们整个程序的执行会被拖延 出现假死的情况 那为了解决耗时任务阻塞执行的这种问题 JavaScript的语言将任务的执行模式分成了两种 分别是同步模式和异步模式 那我们在这里重点要了解的就是在JavaScript中 与异步编程相关的一些内容 主要包括以下这么几点 那首先呢就是同步模式和异步模式 在表象上的一个差异 以及它们各自存在的意义 那其次呢我们会顺便介绍一下 JavaScript的单线程 它是如何实现的异步模式 其实也就是事件循环和消息对列 然后呢我们再一起总结一下 JavaScript当中的几种异步编程的方法 再然后呢我们会着重了解 ES2015所提供的Promise异步编程方案 以及这个过程当中牵扯到的红任务 微任务的相关概念 那最后呢我们会去了解 JavaScript的2015当中提供的 Generator异步编程解决方案 以及ES2017当中提供的 Athink和Await语法堂 让我们可以写出更扁平的异步代码 那首先我们来看同步执行模式 同步模式指的就是我们代码当中的任务 依次执行 那后一个任务呢就必须要等待前一个任务结束 才能够开始执行 那程序的执行顺序呢 跟我们代码的编写顺序是完全一致的 也就是说这种方式呢会比较简单 那在单线程的情况下 我们大多数任务都会以同步模式去执行 那注意我们这里所说的同步 并不指的是同时执行 而是排队执行 那这里呢我们可以以一段同步模式的代码为例 来去分析一下它的具体执行过程 那在屏幕左下角显示的就是 控制台当中会显示的内容 然后在右侧显示的就是 JS内部调用站的信息 那开始执行 JS执行引擎会把我们整体的代码全部加载进来 然后呢在我们的调用站当中去压入一个匿名的调用 那这个匿名的调用就可以理解为 把全部的代码放到了一个匿名函数当中去执行 然后呢它就开始逐行执行我们这里每一行的代码 那首先是第一行 那第一行遇到了一个console log调用 它就会把这个console log压入我们的调用站去执行 那执行过程中我们的控制台打印了对应的消息 然后呢我们这个console log调用结束 它就弹出了我们这个调用站 然后我们的代码继续往下执行 那紧接着往下是两个函数的声明 那不管是函数还是变量的声明 它都不会产生任何的调用 所以说这里的执行呢会继续往下 那再往下呢就是一个for函数的调用 那对于函数的调用 它同样要压入调用站 然后开始执行这个for函数 那for函数一开始呢 它是先打印了一个消息 那打印完成过后呢它调用了bar函数 那这里的bar函数呢也会被放入到调用站当中去执行 那bar函数执行的过程当中又打印了一次 那打印完成我们的bar函数也就执行完成 从调用站当中bar函数就会被弹出 然后紧接着呢我们的for函数执行也就结束了 它同样会从调用站当中弹出 那最后再去打印了我们的globalend 然后呢我们整体的代码全部结束 我们的调用站就会被清空掉 那这里的调用站只是一个更专业的说法 更通俗一点的解释就是 GS在执行引擎当中维护了一个正在工作的工作表 或者说正在执行的一个工作表 那在这个里面会记录当前我们正在做的一些事情 那当这个工作表当中所有的任务全部被清空过后 那这一轮的工作呢就算是结束了 那这是一个纯同步模式下的执行情况 所以说特别容易理解 因为它整个执行过程非常符合我们正常的阅读逻辑 或者说思考逻辑 不过这种排队执行的机制 它也存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如果说其中的某一个任务 或者更具体一点的说就是其中的某一行代码 它执行的时间过长 那它后面的任务呢就会被延迟 那我们把这种延迟称之为阻塞 那这种阻塞对于用户而言 就意味着界面会有卡顿或者叫卡死 所以就必须要有异步模式 来去解决我们程序当中 那些无法避免的耗时操作 例如我们在浏览器端的AJAX操作 或者在Node.js当中的大文件读写 那都会需要使用的异步模式去执行 从而去避免我们的代码被卡死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异步执行模式 那不同于同步模式的执行方式 异步模式的API呢 是不会等待这个任务的结束 才开始执行下一个任务 对于耗时操作呢 它都是开启过后 就立即往后执行下一个任务 那耗时任务的后续逻辑呢 我们会通过回调函数的方式去定义 那在内部呢 我们这个耗时任务完成过后呢 就会自动执行我们这里传入的回调函数 那异步模式对于JavaScript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没有这种模式的话 我们单线程的JavaScript的语言 它就无法同时处理大量的耗时任务 而对于开发者而言 单线程模式下面的一步 它最大的难点就是代码执行的顺序 并不会像同步代码一样通俗易懂 因为它的执行顺序呢 相对会比较跳跃 那对于这个问题呢 更多的实际上是需要理解和习惯 那最好的办法呢 就是多看多练多思考 那这里呢我们同样以一段包含一步调用的代码 来去分析一下在JavaScript当中一步执行的过程 那这段代码最外层包含了两个setTimeout 而在第二个setTimeout内部又去使用了一次setTimeout 那因为有一步调用的过程相对会复杂一点 所以说我们这里要介绍到的东西也会相对多一些 那屏幕的右侧呢多了几块内容 首先呢是有一个内部API的环境 我们这里呢是以web平台举例 所以说就是web API 然后呢下面呢有一个事件循环和一个消息对列 也有人把消息对列称之为回调对列 那它的作用呢我们遇到的时候再说 那这里整体的执行情况 大致呢与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同步模式情况相同 只不过呢在遇到一些一步调用时会有一些差异 我们具体来看 那首先它同样也是加载整体的代码 然后在我们的调用站当中去压入一个匿名的全局调用 然后呢我们这里会依次执行每一行代码 那对于console.log这样的同步API还是一样的 先压站 然后呢在执行过程当中打印 打印完了过后谈站 然后再往后呢就遇到了一个setTimeout调用 那同样也是先将这个setTimeout压入到我们的调用站 但是这个函数的内部呢它是一步调用 所以说我们需要关心内部API环境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其实在内部的API也非常简单 它就是在内部为这个timer1函数开启了一个倒计时器 然后单独放到一边 那注意这里的倒计时器它是单独工作的 并不会受我们当前的js线程影响 那从我们开始过后它就已经开始倒数了 只不过呢我们这里是分步骤去演示 那我们就让它在一旁慢慢的倒数 待会的话我们再来看倒数完了过后它干的事情 那开启这个倒计时器过后 对于setTimeout函数来讲 它的调用就已经完成了 所以说代码会继续往下执行 然后再往下呢又遇到了一个setTimeout的调用 那同理呢也是先压站 然后呢开启另一个倒计时器 然后呢弹站 那最后又遇到了一个console log调用 那打印了消息过后呢 对于整体的这个匿名调用就已经完成了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调用站就会被清空掉 然后呢这个时候event loop 因为我们调用站里面已经没有工作了 所以说我们的event loop它就会发挥作用 那event loop它其实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负责监听调用站和消息对列 那一旦我们调用站当中所有的任务都结束了 那事件循环就会从消息对列当中取出第一个回调函数 然后压入到调用站 只不过此时我们的消息对列当中是空的 它什么都没有 所以说执行呢就相当于是暂停下来了 那此时呢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这里的两个倒计时器 那自从前面开启了这两个倒计时过后 我们的代码就再也没有管过他们 而是直接往后执行了 那这里timer1函数所对应的倒计时 它应该是倒计1.8秒 timer2是1秒 那很明显timer2所对应的倒计时 它应该先结束 那结束过后呢 timer2函数就会被放入到我们的消息对列的第一位 然后呢在timer1对应的倒计时结束过后呢 它就会放入到消息对列的第二位 那一旦消息对列当中发生了变化 我们的事件循环就会监听到 然后呢就会把消息对列当中的第一个 也就是timer2函数取出来 压入到我们的调用站 继续去执行这个timer 那此时对于调用站来讲的话 相当于开启了新一轮的执行 那执行过程呢 与我们刚刚分析的是一致的 那如果说这个过程当中又遇到了有义不调用 它也是相同的情况 先会把它放到我们的API环境里面单独去执行 然后再往后呢就是不断的这样重复 直到我们的调用站和消息对列当中 都没有需要继续执行的任务了 那整体的代码就结束了 那如果说我们的调用站是一个正在执行的工作表 那消息对列就可以理解成一个代办的工作表 而GS执行引擎呢 就是先去做完调用站当中所有的任务 然后呢再通过事件循环 从消息对列当中再取一个任务出来 继续去执行 以此类推 那整个过程呢 我们随时都可以往消息对列当中 再去放入一些任务 那这些任务呢 在消息对列当中会排队 等待事件循环 那以上呢 就是义不调用 在JavaScript当中的实现过程 以及它的一个基本的原理 那整个过程呢 都是通过内部的消息对列和事件循环去实现的 那因为我们这里是分开分析的 所以说你会认为这些步骤呢 都会有一定的先后顺序 其实不是这样的 因为它们各自呢 都有各自的timeline 例如我们的倒计时期 它开始过后呢 就会自动开始倒计时 根本不会管调用站 或者是对列当中是什么情况 只不过呢 我们这分析时 我们如果同步去分析的话 你就会觉得特别乱 所以说我特别安排了这样几个时间点 尽量确保我们的执行顺序呢 跟我们的分析顺序是一致的 那这一点呢 你需要额外注意一下 可能我们接下来这张图呢 可以更清楚地表述出来这一点 例如我们在js当中 js的线程某一个时刻 它发起了一个义步调用 然后呢 它紧接着继续往后执行其他的任务 那此时呢 义步线程呢 会单独去执行这个义步任务 然后在执行完这个任务过后 会将这个任务的回调 放入到消息对列 那js主线程 它完成所有的任务过后 会在依次执行我们消息对列当中的任务 那这里呢 我们特别需要注意一点的是 JavaScript 它确实是单线程的 而我们的浏览器 它并不是单线程的 那更具体一点来说就是 我们通过JavaScript的调用的 某些内部的API 它并不是单线程的 例如我们这儿呢 所使用的倒计时器 那它内部呢 就会有一个单独的线程去负责倒数 在时间到了过后 会将我们的回调放入到消息对列 也就是说 这样一件事情 它是由一个单独的线程去做的 我们所说的单线程 单线程指的是执行我们代码的 那个线程 它是一个线程 也就是说这些内部的API呢 它们会用单独的线程去执行这些等待的操作 因为我们就拿生活角度来说 它有一些事情耗时 它是必然需要等的 那等总得有一个人去等 那我们这儿呢 只不过是不会让JS线程去等 那除此以外呢 这里我们所说的同步也好 异步也好 肯定不是指我们写代码的方式 而是说我们运行环境提供的API 它到底是以同步模式 还是以异步模式的方式去工作 那对于同步模式的API 它的特点呢 就是这个任务执行完 代码才会继续往下走 例如我们的Console Log 那对于异步模式的API呢 它就是下达这个任务开启过后的指令 就会继续往下执行 那代码呢 是不会在这行等待任务的结束的 例如我们的SATA Timeout